大把钞票赚进口袋 但每个月荷包就像在减肥一样 瘦的速度有够快 因为十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 破三标 九个月新高 生活的品质你可以自己调整 但是吃的真的是我感觉最明显 还有油啦 一直在涨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最高峰 就每次都觉得说天哪又更贵又更贵 根据行政院主计总出调查 十月的CPI比上个月涨了百分之零点三八 来到百分之三点零五 总观七大类指数当中 食物类涨最多 不过在万物接涨的年代 还是有冯幸店家 客人络绎不绝 因此兼台也没时间休息 好几颗荷包蛋 同时上工 煎到掐到后处就能出炉上桌了 日前闹蛋黄想吃到蛋料理都成了奢侈 但现在蛋价连三周调降 因此这家位在台南的铁板烧宣布 蛋类商品调降五到十块钱 除了蛋料理调降之外 日前还有连锁鸡排店 因为鸡胸肉价格回稳 全省门市调降在万物飙涨的年代 业者体恤消费者在能力锁及范围减轻打加负担 华尔新闻灵晚林亭阳刘汉升台南报导 哈喽 我是蓝亚 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YouTube频道